记者罗子新台北报道, 洪荣洪今年推出新专辑人生车站, 上中市冰冰手回顾人生故事, 他的歌唱生涯很早就开始, 9、10岁跟著宝岛歌王爸爸洪一峰到处演唱, 爸爸算是他的音乐启蒙恩师, 父母却在他13岁时离异, 当时也没有任何通讯设备, 从此跟爸爸失联, 后来他14岁从日本回来, 他的音乐导师陈牧非常疼他, 替他写了爸爸在哪里, 广播电台到处播送, 才让他跟洪一峰重逢, 洪荣洪从日本回来开始自弹自唱, 在秀场表演, 但秀场环境十分复杂, 人洪遭急, 14岁就曾被黑道抓去毒打, 19岁则是被人用刀砍杀, 他透露当时躺在病床上休养, 看到爸爸来就狂流眼泪, 他把我拉进来歌坛, 放任我一个人去学习, 闯荡, 从小就告诉我要打盼, 本来在日本发展, 我却逼不得已因为父母的关系要回来, 我原本很敬畏他的那颗心, 就这样瓦解了。 坦言当时心态也很矛盾, 心结没打开, 无法放开心胸去原谅爸爸, 洪荣洪虽跟父亲重新联系上, 但爸妈一直没有联络, 直到有天听闻爸妈见面了, 竟是因为妈妈听到爸爸在台上表演时晕倒, 放下心里的怨怼, 亲自取叹并并为前夫祈祷, 虽然他一度气妈妈没志气, 后来也接受妈妈的做法, 并被他胸怀所感动, 自己也才逐渐放下心里的结, 和爸爸言归于好。 洪荣洪曾对父亲洪一封心中有怨。 资料照, 记者宋志雄社, 洪荣洪青少年时期开始在秀场闯荡, 曾遭人嫉妒。 资料照, 记者陈毅宽社, 如今洪荣洪已将过去恩怨全都放下。 资料照, 记者陈毅宽社。